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一旦你的客户端重启以后 你的客户机不再会发起重新的工作 而退了吗 它是不是直接去找这台电信的书籍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它直接去找你 因为之前是不是已经找到了 找他人问什么 问 我之前IP是否被占 OK 如果没占 就会把IP干吗 是不是就把IP是否返回给我 我是不是就正常是闹 那如果被占了呢 如果被占了 那么它会干嘛 重新开始 我这鼠标为什么一直是这样 不是啊 它如果被占之后发送的是DNC的DNC的DNC的DNC是啥 什么啊 这是什么之前的那个思路 没有会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发送的是宝库 能听到问者说什么 啥意思啊 如果重启 他会去问科技和服务器 我来IP站了吗 如果说能站 一切好说我是不是在重新使用别人介绍的 对 如果我占了呢 这个家伙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极端激进的家伙 你占了 好吧 我跟你不玩了 我都不要你了 它直接发送的是DNC的 看到吗 它重新发送宝库 明白 比如说完整地重新再建立四次部署 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好了 这是公共所谓 什么 重启之后 这台服务器存在 这台服务器存在 能听到的说什么 那重启之后 这台服务器不存在了 最后说的是租医更新 租区达到了50% 我获取这个IP 默认租区是8天 OK 到了4天之后 必须更新租区租医院 能听到吗 然后呢 然后呢 它会到了 发送这个DNC的 也就是租约确认这个署 看 第三部 第一部是不是Discovered 第二部 第三部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DNC 是没写啊 其实就是什么 我要确认 我要去约 啊 好 那现在这里是不是都是讲重启和续租 就是这个 这部都有个前刀链是吗 这台服务器还在 啊 那好 如果重启之后 我发现 我去找这台之前的服务器 它不存在 为什么 各位 如果找不了了 它就会重新进行四五进行 OK 发送工作 能理解吗 好 那现在 终于有没有可能 我重启 十六的时候 这台服务器在 然后呢 我用了4天 服务器当教 有没有可能 当我去训终的时候 这台服务器不在了 有没有 那怎么办 各位 可能不知道啊 它会继续再使用 比如说 没转到 OK 没事 我不找了 它会再用 直到你的租约达到 百分之八十七战五 比如说 这是二分之一 它用到四度之三 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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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百分之八十七战五之后 干嘛 它不够再去找这台服务器了 而是干嘛 重新发送工作 明白 知道没说什么 我总说一下好吗 这地方还是比较乱的 我看 我写了文档 好吧 好吧 那首先我们说 DNCP 客户端 请求过程 那么第一步是什么 租约 租约 请求吧 第二步呢 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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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个DNCP的租约统过程 能听懂 正常的 然后呢 如果服务器重启 客户端 重启 客户端 重启 那是不是就分两个情况了 一五是什么 服务器正常 第二个呢 服务器无法讨论 OK 那如果是服务器正常 通话呢 向服务器询问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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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原 这个不是这个原啊 不是这个原啊 而是原来 那IP 定制 是否占用 那如果没有占用 继续使用 那如果占用 走 重新 开始 呃 四部 DNCP 请求 好了 这是客户端 重启 然后呢 它有一个什么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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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租 去租 是吧 OK 那如果 那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什么 后端 使用 IP到租约50% 之后 开始 什么 去租吧 啊 好 那这时候就有问题了 什么 如果 服务器正常 则 去租啊 重新开始计算 也算 如果四天 是不是 如果服务器正常 然后再重新计算 又从八天开始跑 能去吗 再到四天之后再去 再到四天之后再去 明白了 你说什么 那如果 服务器 无法放过来 走 干嘛 继续 使用 原 原来 我还是写个原来吧 要不然容易写 容易 起意了 对 继续使用原来的IP 然后 直到 直到 租约 的 87% 87.5 87.5 87.5 然后呢 然后 重新 开始 四波 DNCP 请求 OK 这个 有问题 有问题 就是 到 87.5 我没有再询问 不会 直接就直接从来了 OK 好 有问题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 我们原先讲课的时候 这是一个重点 这些东西 而且要求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想 原来我当时觉得 这跟网络基础一样 是一个基础原理 后来在实际的时候 我们当时发现 这些东西的服势是不容易有点少的 啊 这个东西更完美 所以 大概不要再就行 好吧 你知道它是一个 就是它有一个严格的基础 来规定它如果 这个IP地址可以正确获取 只够 好吧 其他的具体的东西 看它就行 不用 OK 好吧 行吧 这可能还是 我们说吧 那时候因为是什么 我们很多学员要考什么 各种认证 然后 还有什么 我们国家的四级之类的一类的东西 那些东西 哪考虑的东西 绝对就是 这些东西都绝对是东西 不要说你们全被讲 咱们现在是干嘛 目的是不是就你的 特别的是不是 工作 工作 一般情况下 没人问你这个 我说实话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 它又不是太常理 我还不下IP地址 所以 一般人都不知道 包括问你们 他也不定不知道 所以有个大概两点就够 好吧 行 怎么样 好了 速度过去 好 那 这里 我们来看看Windows怎么获取 这个就简单 Windows的配置是不是就简单 首先 它还没有安装 好吧 好吧 那我们 得 啊 在这儿 好好好 这是安装 看到了 那么 咱们现在是什么 Windows 208 现在是不是全部都是什么 这个是要求 安装要求 是吧 你的福气 必须自身是有静态性的 啊 啥意思 你要给别人分配IP 你要给别人分配IP 你自己是不是得先给IP 要不然你给别人分配什么呀 你自己是不是都找不到IP 你没有IP地址 客户根本不可能找到你 知道吧 所以千销店 必须 本群是拥有 今天去的 OK 那我看一下 首先我在搜罐的这个办里面 单元是不是有啊 哪些呢 你看 我的密码是啥 是啊 首先 我自身是不是该有IP地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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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不太对 我有IP是吧 我这么为什么是灰的呀 没灰吧 自是灰的 我看看完了 小姐 拼一下 怕不怕 哎 不对 拼不动 我先在这里试试 这么会学的吧 还没有GGCP呢 对吧 所以我要试什么 随段写 对吧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都不写了 啊 写一下吧 万一我 我下楼了 我还要上网吧 OK 好了 那我拼一下 哎 这个又不通 崩溃了 没想啊 啊 方向下没停吗 哦 没停吗 哦 没停吗 没停吗 还真实 对吧 伤了 OK 啊 OK 啊 对吧 打扫实践测 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实验 做完之后回过头 是不是要不然就开始回来 要不然扭头就挣扎了 然后就和下次实验就完蛋了 发现死也不通 什么球 不知道 进来就算了 啊 好了 好吧 首先我们呢 干嘛 咱我们呢 开始 管理工具当中 有一个 角色控制 在哪儿 角色控制 嗯 这儿 角色 他默认是不是已经有了 嗯 这是咱们装的版本 不是最新的原因 OK 啊 那我要干嘛 首先让我再停了 然后呢 删了 咋删呀 删出 把它全删了 把它全删了 得 不让删 哎 别人来不 为啥 为啥 为啥不让上第二次 哎 哎 没有啊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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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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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 等会吧 还挺浪费时间的 他把GIS删掉 我们把GIS够去了是吧 得了 你重新再删吧 得了 还来重新 这个用途跟2003差在比较吧 2008 我用的比较少 我们大概看看 好就好 它就重新接练 OK 慢慢找总找不着 现在是不是还有2010了 2012 2012了 好吗 对 我再说吧 首先 服务器不会用处新的完美 这个概念要不破坏 其次一个是什么 温造思念不是咱们的东西 大概很开心 主要还是讲一些原理 这些是什么 温柔现在是真本性 它明白的都已经快了 不行了 不挣钱了 它还这样 前段时间就说 所有的到晚用户 是不是都可以升级到温持 是吧 大家肚子都相当好看 没有 都升级之后 第二天过了大概两个礼拜 还是一礼拜 又发了个消息说 就是到晚用户 升级来为时 还是到晚用户 然后你可以用一段时间 然后呢 就会一个小时一黑瓶 还是到晚用户 还是到晚用户 很热心 那时候未来就说 对 对 继续删吧 没删干净的是吧 对 我们是去拿了 角色 诶 正在收集 躺了 诶 我干嘛了 我干嘛 我干嘛了 哦 电纹还没删完呢 等会儿吧 好麻烦 我估计你装的时候就把这个全装好吗 这就是一个默认是吧 嗯 好吧 啊 继续 闪 闪 闪闪 我这个手全闪的 对 OK 不要 伸出 好 好麻烦 好 话是这么说 DCCP在Windows当中配 还好 不太难 但是DLS在Windows当中配 可对Windows当中配起来麻烦得多 你们 为什麽要配一点其实也有关系了 所以在Windows当中先看一下 嗯 老板也还在充气 你看 看幻灯片吧 幻灯片上有吧 应该 主要这些部分 打开添加 然后 连接网卡 指定IP 指定base 这次添加作用域 然后 确定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问所说的不需要 对吧 配成DACP之前的都一样 然后呢 DACP我们IP6是没用 啊 不用 然后呢 缺燃装 点减安装 就可以安装 OK 安装完之后安装成功 OK 然后呢 需要在DACP里面添加作用域 其实说白的就是地址池 我创建这个作用域 给它 给罗小IP 然后呢 这一个作用域 就可以出来分片 对吧 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很简单 安装一段获取之后呢 你就能看到它 从你这个获取的信息 OK 你就能确定是谁获取的 所以很简单 然后 保了个这样的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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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